三個阿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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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講到妖怪文學的話 其實多半帶著恐懼 害怕 跟比較負面一點的想法 但是對於我們而言 我們覺得 妖怪文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它是 我看著帥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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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時候是阿妹啊 不過誰是男孩啊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叫我啊 它甚至可以像童話故事一樣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有不一樣的感受 顛覆過去紅衣小女孩 讓人害怕的刻板印象 這是台灣樂團A路同根生 經典創作山鬼阿妹 以民間故事為歌曲靈感 成為同根生的一大特色 We will love me again We will love me again We will love me again 是錯的幾句 傳說在嘉義東時 由母豬偷吃地瓜葉遭到殺害 在當地作祟被視為妖怪 A路同根生把故事寫成黑皮夫人 用詭諧角度唱出她的心聲 看了很多台灣的妖怪故事 發現親一色大多是女性 所以我們的歌曲講到了很多不同的平權 然後關於歧視啊偏見 如何用同理心去看待這件事情 日本有音樂家將妖怪故事做成歌謠 但在台灣卻不常見 同根生的團長楊智博下定決心 把台灣在地鬼神通通寫進歌曲裡 意外引發共鳴 專輯也入圍金曲獎 我覺得哇這種東西實在太酷了 為什麼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自己的妖怪嗎 因為歌謠它是一個很容易傳播的一個媒介 跟載體民謠也是 這首八寶公主主角是來自荷蘭 為了愛人來到台灣卻慘遭殺害 身上的八樣物品也被奪走 同根生有許多歌曲都是國語跟台語 甚至還有客語交錯 展現多元族群在台共融 錄音室中團長楊智博正在演奏的聲 是亞洲的傳統樂器 他跟團員林婉婷學的都是傳統國樂 負責低音貝斯的鄭浩宇 跟彈奏鍵盤的林喬 則主攻西洋古典樂 再加上鼓手陳玉萍跟主唱尤怡婷 東西方樂器碰上台味十足的說唱 讓同根生在台灣音樂界獨樹一格 傳統文化活動搶孤化作輕快活潑的樂曲 音樂科班出聲的同根生 團員大多是來自宜蘭 而他們的創作也常以家鄉文化為靈感 我覺得我們的Live性就是滿高的 因為我們會跟他們有互動 像我們去泰國的時候 我們最比較經典的就是那個捨捨舞 我可以抓 我說給你肉 我們人的職位請請請請來打歌 音樂充滿台灣特色 讓同根生受到各國喜愛 過去還曾受邀到智利 墨西哥跟泰國巡演 外國人都很熱情 然後他們其實都會很好奇不同的樂器 然後尤其我們樂團 聽感真的很特別 你在台上會覺得滿享受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眼神有散發 這個是什麼樂器 然後這個樂器怎麼會有這個聲音 2024奧運在法國巴黎登場 同步盛大展開的還有文化奧運 而這也是今年巴黎奧運特有的文化活動 台灣館一共出動20多組團隊 與其他國家來一場精彩的文化外交 同根生就是其中之一 很開心啊 可以演就是代表自己的音樂 因為我們 因為我以前是學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其實就是都在演 以前偉大的作曲家們的作品 然後如果可以演自己的東西 其實那個感受是不太一樣 就有點像是更貼切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揣摩以前的人 文化奧運台灣館打造了電子花車舞台 把廟會搬到法國 而除了同根生登台演出的台灣樂團 還有他們 創造力十足的模組合成器揭開序幕 接著加入木琴跟鋼琴 緊接著出現的是激昂的電吉他 他們是來自南台灣的樂團 跑跑機器人 音樂中帶著電子科技的魔幻色彩 聽起來激衝突又和諧 國內的話 因為大家可能還是很習慣有Local 就是有主唱 主唱會帶動 沒有主唱的音樂其實 好像對國外的聽眾比較容易接受 2017年成軍的跑跑機器人 團員都是高雄在地人 負責電吉他的陳冠穎 被團員映稱為吉他王 高中時期就熱愛搖滾樂 開始自學吉他 電器台的聲音我覺得很感激 加到吉他社會感激了 其實當中的吉他社會 也能唱一首五月天的歌 也能唱幫喬飛 彈奏鋼琴的團長湯妮麗 擅長模組合成器的王品欣 還有打擊樂手葉廷均 都是專業的音樂老師 他們的創作雖然是以演奏為主 但每首歌曲都圍繞著一個主題 2023年的新作品 就是以符號為主題 把RNA跟摩斯密碼 通通寫進音樂裡 那時候剛好遇到疫情 然後因為RNA就是 就是跟病毒比較有關係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把RNA拿來做一首曲子 然後我們用了一些RNA的一些序號 然後把它放進去 每首曲子的創作過程 短則半年 最慢有可能會長達兩年 背後還有不為人知的小故事 疫情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沒有辦法出門 所以大家其實就是在家裡 然後我們就是檔案傳來傳去 所以你每次打開的時候 其實就是拆一個驚喜包 有點像是一人畫一筆畫畫 然後慢慢就把它畫成一個圖這樣 來自港都的跑跑機器人 請來專業VJ設計影像 把代表高雄港都的意象融入音樂中 現場觀眾不只聽覺 連視覺也是享受 同時也能加深台灣印象 雙方電信所 然後還有那個台女的遺跡 然後我們自己有想說要去拍 那個延程的市場 然後還有港邊的一些符號 想要把這些東西帶到國外去 因為這是符號嘛 大家其實比較容易懂 是台灣培養我們的 高雄培養我們的土地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 就以這個元素然後去發展 會希望說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們是高雄的樂團 我們以高雄為榮這樣子 這次代表台灣到法國文化奧運演出 跑跑機器人特別改編了 傳統樂曲《桃花過渡》 要給外國聽眾一個驚喜 代表台灣參加文化奧運 對 我們也想要帶一點台灣的元素 對 我覺得就是這一次出去 是不只是讓大家看到 台灣的實力 經濟 那其實文化會讓我們國家更偉大 來自各地的台灣英納 站上國際文化舞台 要讓外界看見豐富多元的創造力 跟台灣軟實力 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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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見